又有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家的轩童 今天我们讲由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 改编的高峰电视剧《焦恩俊版小李飞刀》 一辆马车行驶在群山之间 李寻欢独坐车内 正在仔细地雕刻着一个木人 他的手肝脏而稳定 那把银色的小刀金芒四射 轻轻滑动之下 手中木雕的眉眼更加明晰了 瞧那模样却是一绝色美妇 李寻欢倾可了一手 思绪仿若又回到了十数年前 诗音,你现在过得好吗? 一阵冷风吹过将一旁的帘子卷起 车外却是一片荒芜 远远望去 除了寂寥的绿色 便是那一排排苍茫的远山 突然,一个人影落入李寻欢的眼中 那是一位实践独行的少年 不,悬在他腰间的两块木头之间的铁片 又怎称得上剑呢? 少年不疾不徐地走着 轻盈而充满了自信 李寻欢不禁好奇起来 带马车靠近后 不禁发出邀请道 冰雪虽荣 可天却寒冷 小兄弟 不如上我车中 我载你一程可好 少年人恍若不闻 依旧怠着一贯的步伐 沐浴在冷风之中 李寻欢摇头一笑继续道 那么 我便请你喝杯酒如何 少年冰冷地看了他一眼拒绝道 我从不喝别人的酒 寻欢虽然碰了两个钉子 却并不在意 依旧微笑道 那么 你请我喝好了 少年人扭头看向他回道 我若有钱了 便请你喝 寻欢大喜 长声笑道 很好 我等你 少年人早已去得远了 看着那条没入远山之中的小路 李寻欢不由自言自语道 好有趣的年轻人 或许用不了多久 江湖上并未出现一名 来自荒野多情的高手 亦或是一位无情的借客 古镇虽说不大 可镇子内 鲁家酒司生意却极其红火 四方好客 故往行人 都会在此助脚休息 喝上几杯水酒 鲁家老店酱牛肉 更是必不可少之物 金石标局的几名标头和烫子手 早围了两桌 喝五一六的 边饮酒 边抱着粗口 总标头诸葛青云心情极佳 过了这里 再穿过马家级 便是标银交付之处 这趟活金额巨大 若能顺利达成 便是就此隐退 也足可以安度晚年了 忽然 自门外走入两人 其中一人 黑衣黑袍 便是那面容 也是墨色如铁 而他身边那人 却与他正相反 全身上下 银白一片 却无半点杂色 这二人不但穿着怪影 便是连走路的姿态 也一般无二 且身上 自带无穷杀气 上百人的大厅 随着他们的到来 顿时安静了 坐在角落中的李循环 望着二人 不由苦笑了一声 暗道 黑蛇 白蛇所到之处 必有血光之灾降临 不知今日倒霉的 又会是谁 黑白二人 一直前行 静止来到 诸葛青鱼面前 站定了 黑蛇将手一伸到 拿来 诸葛总标头 身旁的副标头 起身喝道 跟我们总标头 说话 客气点 我们今时标局 语音未落 一把剑如灵蛇一般 穿过了他的脸颊 半截舌头 自标示的口中落出 蛇剑已回 白蛇默然地看着前方道 我在问他 这里没有别人说话的份 诸葛老儿 一百万两白银的镖 就想如此轻易地过去吗 望着这两双 如毒蛇一般的眼睛 老镖头一声长叹道 一百万两都拿去吧 老朽认灾便是 可白蛇却节节怪笑道 我要的是另一样东西 你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李寻欢再次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什么货物 比一百万两白银还珍贵呢 耳边却听诸葛标头 一字一顿道 你们的雇主给了你多少钱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如果丢了货 我就是有十颗人头 也赔不起的 黑蛇呸了一声道 你的人头值不了多少银子 还不将包袱交出 便在此时 呼听门外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你们的人头又值得上几两 一时间空气仿若凝结 所有人的脸色 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唯有李寻欢却露出了笑容 他对这个声音大有好感 随即便看到了日前山谷中 那个冷峻的男孩 黑白双蛇犹如不幸一般 转回身道 刚刚说话的人是你 男孩双眼如猎豹一般 盯着二人道 没错 你们两个人头 只需一百两便可 黑蛇已然拔剑 有时候出手远比说话更加有效 他的剑抖动如蛇 他对自己的剑法 一向极其自负 他们兄弟在最近的江湖杀手榜中 排名并不低 黑蛇在等待鲜血喷出的声音 少年的手似乎动了一下 随即早已向后跃开 但见一条血柱喷出 这是黑蛇的血 刺他猴头倾泻而下 喜欢见血的人 终于看到了自己喷血 黑蛇的身体倒了下去 白蛇肆以癫狂 他无法相信 自己的兄弟 能死在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手中 可他却不敢替兄弟报仇 他甚至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他刚刚就没看清大男孩的出手 耳边却传来少年的声音 五十两 有你出 可杀你之后 剩下的五十两 我应该找谁要呢 白蛇险些瘫倒 想他兄弟所做的案子 最低也是百万白银 可这少年 却真的为了五十两杀人 他脸露狂刺 自怀中掏出一个包裹 将里面的银子尽数向少年扔去 随即一边高喊着够不够 一边亮亮呛呛的走出了酒楼 少年伸手一抄 夹过一块刀 我只要五十两变够 这个包袱里的东西 好像更值钱一些 这是刚刚白蛇 从诸葛镖头那里抢来的东西 如今已到少年手中 他转了身走上殿外 可没想到 一根钢钉 却急速刺上了他的背部 出手的是诸葛青云 他能走标数十年 武功当然不说 这一时机千载难逢 他又怎能错过 少年初驻红尘 他又怎知世间险恶 比之荒野中毒蛇野兽 更胜几分呢 少年的手已然握紧 他早已算准了出手的方位 正在翻身闪开 并反手反击时 拒见一道白芒闪过 诸葛镖头的身体忽然不动了 看得猴头正中 插着一柄两寸长短的小刀 锋刃入井 一刀毙命 过有两酒 诸葛镖头的尸体 方才缓缓倒下 少年看向角落中的李循环道 朋友 你的刀好快 多谢出手相助 如今 我已经有了五十两 不知道现在 可以请你喝酒了吗 李循环起身走来 将小刀取回刀 其实以阁下的身手 足可自保 我这一刀反而多余了 少年人朗声道 其实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我的剑块 还是你的刀块呢 李循环微微笑道 以你的武功 之后成就会远胜于我 刀剑无情 酒有情 我只想知道 你的酒量如何 桌上的一坛酒 早被喝空 李循环 最眼朦胧的看着少年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问题问得突兀无理 只有最好的朋友之间 才会如此 显然 李循环 也将他当作了朋友 少年黯然回道 我叫阿飞 自出生以来 我便不知道爹爹是谁 我娘叫我代大 自小 他便这样叫我 李循环也自报了名信 随后道 以后 我也可以这样叫你吗 阿飞 这个名字 定位响彻五连 总有一天 你的剑 也会被列入兵器谱之内 阿人同时大笑 眼见杯中五酒 可连喊数声 酒店掌柜和小二 却无人上前 李循环叹气道 他们去抢夺包中之物了 白蛇将银子扔给你的时候 假装疯癫 其实早将包裹中 价值连城的物品 顺手摸去 而酒店老板黄雀在后 或许这时 早已将黑蛇杀死了 也说不准呢 阿飞眼露迟疑之色 虽然他天资一饼 武功超绝 六岁沙雄 七岁斩虎 在荒野中称王 可红尘中的勾心斗角 尔云我诈 有时比这绝顶武功 更加毒辣难防 李循环看着这张 犹如白纸一般的面容道 兄弟 这件事 只有我来做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